这几年国片票房屡创夹击 台北市政府也连续四年举办剧本甄选活动 第一届的首奖作品《南方小洋牧场》 已经翻拍成电影在今年上映 而今年是第四届 前三名的得奖作品也已经和电影公司签约 明年开始进行拍摄 能够遇见命中注定的恋人 几率却是低于亿万分之一 电影《南方小洋牧场》故事背景 请讲述台北著名补习街《南洋街》的故事 是台北市剧本甄选活动第一届的首奖作品 今年迈入第四届 前三名的得奖作品也要跃上大一幕 我们选中的这几本剧本 可以传递我们公司想要拍电影的宗旨 就是传递台湾的角落之美 人文之美 从台北市副市长手中接下奖状 台北市连续四年举办剧本甄选活动 参加的剧本数量也倍增 得过金马忠生成就奖的电影工作者 徐立功就说 创意是台湾电影最大的特色 我们一直认为一个成功的电影 先决的条件是剧本 在亚太地区 台湾的文化创意是最强的一个地区 主要是表现一些台北的一些小小的地方 然后小小的一些幸福 从好剧本开始挖掘台湾的角落之美 借由电影成功上映 也让更多人看见台湾充沛的文化创意 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一豪张远亭 台湾台北报道